好,現在這個是我們今年自己花錢做的一支隨身碟 容量大小是32G 我把它插到 電腦中 那我現在要用隨身碟來開機 我來介紹我們這支隨身碟怎麼用 首先我用虛擬機來測試 在設定值裡面 存放裝置我們看到有一個USB 跟無邦圖這兩個 那我們現在要用USB開機所以 光碟機是空的 好,我們來啟動 當我們啟動用隨身碟啟動電腦之後 你會看到這樣子的開機選單 這是一支多用途多功能的 隨身碟 第一個 我們可以安裝我們的作業系統 那裡面呢 有 三個 ISO 也就是三張光碟 包括 MAT MIT 吳邦兔 有三個ISO 你都可以選擇它來開機 那我們也可以回組選單 那這支隨身碟還可以做什麼 它裡面有一個 空吉他Live 你可以備份 自己的 硬碟 也可以做教室 電腦的還原 有一個 DRBL Live 這個可以用做 整間教室的 機器還原 如果你沒有加DRBL Server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 DRBL 來做 這兩個檔 是支援 UEFI開機的 空吉他Live 還有 DRBL Live 假設你的 電腦 是UEFI 開機 不支援 傳統的BIOS 或者是UEFI 沒有辦法關掉的話 那 這兩個選項會是對你 非常有利的選項 好 那你也可以從硬碟開機 我們回組畫面 我們來試一下安裝 EDU 作業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MAT的好了 那你要安裝MAT就選這個 按下ENTER鍵 那你要 選擇MAT 你就要選擇這個 你安裝Wubuntu的 就選擇這一個 好我們來試一下MAT 按ENTER 好這樣子就進入了 MAT的開機畫面 你可以選擇Live 或者INSTALL 我們來看一下Live 他是不是真的能開機 那這樣子就是 一支隨身碟 可以擁有多個系統的ISO 你想用哪一個系統ISO 你就可以選擇用哪一個系統的ISO 那你也可以拿這支隨身碟 來做 機器的備份 跟還原 還有管理整間電腦教室 這樣子的一支隨身碟相當不錯 那這支隨身碟 你必須下載我們做好的 空吉他Live的印象檔 利用空吉他Live 把它還原回到隨身碟去 好現在這樣子的話 你看MAT就已經開出來了 MAT已經開出來了 好現在這個是虛擬機 好外面是無邦圖 裡面是MAT 那我把機器關掉 這樣子的一個 隨身碟方便你用 不過因為 我們現在打包的東西還蠻大的 所以 你必須用32G的隨身碟來做 那這支隨身碟還有一個什麼東西呢 還有一個叫做EPC 這個是名貴校長 把所有的自由軟體 打包成一包 而且免安裝 這是在Windows底下的自由軟體包 所以你只要 在Windows底下 把這支隨身碟插入 直接咨詢裡面的 START這支程式 那你就會擁有在Windows底下 很多很多 好用的自由軟體 那這支隨身碟就擁有這麼多 總功能 值得你去收藏它 那你記得只要下載 我們的印象檔 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 然後 使用 Condida Life 把它還原到你的隨身碟 隨身碟要多大 32G 32G 建議32G 因為我們已經包了 快16G的 檔案在裡面 我們這個檔案 已經使用18G了 這是一支32G的隨身碟